圣经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恩典悄悄话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信心胜过世界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一顾南非总统曼德拉 曾经说一句话 事情未完成以前 看起来总像不可能 曼德拉因为种族歧视 被南非白人政府关了27年 在这当中受尽了苦痛与折磨 然而他在那里面 有很多的淬炼与成长 因着基督的关系 他明白 仇恨并不能解决问题 爱与信心可以带领一切突破困难 所以当他被释放之后 又当选了南非的总统 他不采取报复 不采取欺压 反而用宽容与感恩的态度 化解了国家 冲突与种族歧视的问题 他用信心 让国家迈进了一大步 没有错 信心很重要 在你每一天的日子 没有信心就无法向前 圣经说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我相信在今天当中 你可以靠着基督领受着 生命全然的信心 或许这个信心很小 但是你可以如同圣经所说 像一粒芥菜种子 放在神面前 你会看见长大成数 人是不能 但是在神凡事多能 愿上帝是福你 也保守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千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在生命的每一天 感谢你与我们同行 因为你的名叫以马内利 你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既然由神而来 我们也要靠神而坚定 我们既然由神而住 我们就相信 圣地必有奇妙的应许 主谢谢你 让我们在你生命当中 因着你的话语 以及你的慈爱 能够勇敢向前 我们求你的灵 赐福我们今天 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当中 我们领受那真理的一句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 靠着信心而胜过世界 主你爱他们 你也爱每一个跟随你的人 我们也相信 在每一个跟随的背后 因着有上帝的爱 与信心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求你 临充满台湾这块土地 也保守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让生命的每一天 能够因着基督 而充满了爱与信心 力量与盼望 为每一位弟兄姐妹 献上祝福 以及感恩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